欢迎回来 一起来关心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浙江省再传出迫害宗教自由的案例 浙江利水市发生大规模强拆教堂十字架 两周以来 利水市已经有十多家教堂十字架被强拆 其中一家教堂的十字架在强拆的过程当中被烧毁 另外 青田县方山乡还有十多家教堂的十字架正在面临强拆 4月30号 浙江利水市春田县温西镇有12间教堂的十字架被当地政府强拆 5月5号 静云县湖镇一间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并烧毁 强拆人员也被烧伤 最近30号一天就强拆了12个教会 这两天甚至有一个教堂十字架在强拆过程当中被烧毁 现在有很多的教会收到政府的通知要求限期开除 据了解 青田县方山乡十多家教堂受到当地政府的通知 限令在5月10号前拆除十字架 方山教会教徒表示 当地信徒不多 抵挡不了政府的强拆行为 美国华人教会牧师郭宝胜表示 以往中共打压家庭教会 从去年开始又打压依附当局的三字教会 强拆象征基督教的十字架 将哥特式教堂的特色改造成中国化的建筑 是对宗教自由非常严重的迫害 浙江省从去年开始大规模拆除教堂十字架 至少有160个十字架被拆除 另有多座教堂被毁 拆除过程中 有许多守护教堂的教徒 遭到殴打和抓捕 新唐人记者熊斌舒灿采访报道